国家卫健委满洲里当地疫情仍处于持续发展阶段 当前口岸防控是重中之重 越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 介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于发展阶段 周新增确诊病例继续超过400万例 死亡率出现上升 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不确定性 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疫情防控 关键抓防 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 重中之重是口岸 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 疫情是由疫情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与之前内蒙古的疫情没有关联 怎么理解疫情防控中的动态清零 表示 动态清零是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方针 它是指在现在的情况下 当出现本土病例的时候 我们所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的一种集成 来快速扑灭疫情 实际上是中国疫情防控经验的总结和提炼 也是现阶段疫情防控的一个最佳选择和总方针 介绍 从专专业的角度 科学的角度来看动态清零的内涵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怎么及时主动发现传染源 这种传染源包括患者 无症状感染者 甚至可能携带病原体的相关其他的动物 主要是通过监测发热门诊的预警 以及一些检测 主动筛查的手段 来发现传染源 第三 有效救治 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 但是我们有能力 也有信心 当发现有本土病例出现的时候 快速扑灭疫情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不是追求零感染 而是要追求尽快把疫情扑灭